停车难是一个大众难题 不论是走到哪里 也许最令车主们头疼的就是停车难的问题 有的人开车上班 需要把车停在离单位几百米远的地方 更有甚者直接是没地方停车 索性不开车 有车不能开 糟心呢 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位车主也算是绝了 直接把车停在别人的私家车位上 长达十天之久 这可急坏了这位私家停车位的车主 自己的车位被别人占着 就好比是自己的衣服被别人穿着 而自己却光着身子 大写的尴尬呀 恼羞成动的车主直接把这辆路虎锁了起来 让路虎变成了困兽 但是好几天过去了 仍不见有人过来取车 铁链子还是原封不动 这可真是太欺人了 锁车不见效果 车主又开始想起了别的找数 贴小广告 看到图片的人真是笑趴了 连小编也佩服这位车主的智商 小广告上还印了一张狗头的图片 至于为什么印上狗的图片 小编不易多说 大家还是自行脑补吧 真是佩服这位乱停乱放的车主 竟然可以光明正大地占用别人的车位 而且还是这么长时间 最起码您留个电话啊 这样好歹也让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电话也不留 我真是醉了 不知道当你去取车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爱车被铁链子锁着 车身上被贴满小广告 心里是什么滋味 希望咱们大家以后停车的时候 要注意这些问题 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 千万别让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